你們在聽的是Only One Radio 我是陳永永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的個人意見 與本台的立場是無關 裔哥這首是甚麼歌 張君寧 我們講的是戰國策 戰國策主要是講下 戰國時代各個國家之間的戰爭和糾紛 很吸引 那星期幾有得聽 逢星期三有我裔哥的戰國策 又到了星期三的時候 又是有裔哥和我上官的戰國策 各位好 不好意思剛才遲到 要裔哥等了那麼久 有得緊要 不要緊 我們今天就繼續回戰爭小池店 是 是不是又是成語動畫囊 都不是成語 不過上一次的戰役 就牽涉到破虎籽洲 這次我講的是劉邦 他在公元前205年 就在北岸被楚軍殺到大敗 原本是依附在漢軍的魏王豹 就看到楚軍的實力很強大 於是乎又背叛了劉邦 然後就投降了韓宇 那麼魏王豹呢 當時就佔據了河東 如果他向西邊進軍的話 就可以威脅到關宗的安全 向南出兵 又可以截斷了關宗的和外面的聯繫 然後就配合楚軍的一個夾攻的形勢 即是前後夾攻 對漢軍來說就好像如刺在輩 怎樣呢 所以劉邦就派人去爭取魏王豹 重新回到自己的實力那邊 誰知道魏王豹就不肯答應 劉邦在那年8月就派韓信曹心 他們就帶領部隊去攻擊魏王豹 魏王豹聽到漢軍來到 就派了柏籍做大將 帶領全軍就守在黃河東岸的地方 封鎖了黃河渡口 阻止漢軍過河 柏籍就組織了一支特別的部隊 就沿著黃河巡邏 同時就把那些民間很多那些船隻 全部趕走 不讓在河裡來往 柏籍部署完了 就認為安枕無憂 如果漢軍要渡河 除了要通過二手難攻的要債之外 就沒有路了 韓信大兵來到 看到這個蒲板的形勢很險要 而魏王豹又因為派有重兵 知道要正面攻擊很難 經過研究 他就決定採取一個聲東擊西的辦法 他就把漢軍大型設在蒲板對面 在軍營附近就插了很多旗幟 以及將漢軍方面 所有的船隻都集中到這裡 早上就叫士兵搖旗立喊 又打鼓 晚上又燈火通明 一直派兵調仗 好像很忙碌 漢軍就要在這裡過河 但是實際上 韓信就將漢軍的主力 偷偷向北移動 就選擇了夏陽的地方 作為渡河的地點 魏軍看到黃河的對岸 然後漢軍經常調動頻繁 認為韓信就要在這裡過河來攻擊他們 柏直雕認為是 他們幾個大將一直是這樣堅守 而且黃河當時的水流很急 不管韓信有多大本領 都沒有辦法了 你這裡過河才行 我們守住這個要寨 他們就安枕無陰 所以對黃河的上游那邊 就沒有防範 漢軍到了夏陽之後 韓信就命令士兵做了一大批木桶 又把幾個木桶綁一堆 上面就排了一些木板 造成一大批木桶 因為木桶浮力大 就可以將士兵過河 而魏軍在那裡根本沒有設防 所以漢軍可以很順利地渡過黃河 攻了魏王炮他們的後方的重陣 這個時候魏王炮才快帶兵去迎戰 但是他根本不是韓信的對手 所以沒多久 韓信指揮漢軍把魏軍打到大敗 還捉了魏王炮 把他送到劳邦那裡 韓信在消滅了魏王炮之後 立刻就上書給劉邦 就要求增兵三萬 去消滅趙國代國這兩個地方的勢力 那就改變了對漢軍不利的地位 劉邦就批准了韓信這個作戰方法 撥了他三萬人 又派了張爾去協助他 看望二年九月韓信就大破代兵 捉了當時的上國下月 經過滅毅和平了代國兩大勝利之後 韓信又收了一大批被俘虜的士兵 增加了漢軍的實力 到漢王三年十月 即是公元前204年 韓信率領了幾萬人 向東月就過了太行山 對趙國就發揮了進攻 漢軍和趙軍就在趙國西部的邊界相遇 一場決戰就在這裡開始 這個地方地勢就很重要 是一條一百里的很狹窄的通道 二手難攻的 趙王蝶和趙軍的統帥 余襲陳如 集中了十幾萬的趙軍 守在這個井敬口 韓信的軍隊不過只有幾萬人 一半還是剛剛收回來的 又沒有訓練過 對這個兵力來說 趙軍方面佔了很大的優勢 戰爭開始的時候 趙國的謀士 李左居曾經向統帥陳如提出一個作戰方法 首先他和陳如指出 韓信在這個祝魏和炮之後 出兵攻破了代國 現在劉邦又派了張爾來協助韓信 成勝來打我們趙國 他老師 Perfect 他們他們的士兵士氣很旺盛 臥先 我們一定要避開他的風 motherfucker 不要輕敵 他跟著又和陳如提出破敵計劃 他說看軍在那麼遠出地打我們趙國 粮草又要在这么远的地方混过来 就好像要等柴打回来才可以煮饭 士兵是吃不饱的 而且井径口的通路这么窄 居马又不能那么容易通过 他们的作战部队虽然经过这个地方 估计他们的混粮部队一定跟不上 一定在大军的后面 麻烦你撥我三万人马 让我由这条小路去夺了他们的粮草 切断看军的粮度 然后你们就严守阵地 不要跟韩信的主力决战 让他求战不得 退又无路 这样过不了十天 我就可以把韩信张义的人 送到你的帐篇 要不然我们一定被汉军打败 你阻居的作战计划是根据双方的 即是两方面的实际情况提出 每个人都在这里是比较可教的 但是这个又有书生气又骄傲的陈余 就说什么 我们这些仁义之兵 不用用这些搅诈的奇迹 引用兵法上 十则为之 倍则战之 这个方式 作为根据来博李佐居 他就说 汉军号称几万人 其实只有几千人 他们在千里之外来打我们召国 士兵一路已经很累了 对着这些这么小弱的敌人 我们如果还要避开他们 以后我们又怎样跟一些强大的敌人打呢 又怎样打法呢 其他人都会笑我们是胆小的 很容易又会来侵犯我们 那就不肯这样做 而韩迅就是一个深谋远类的军事家 他也都知道敌我双方的势力相差很大 就不能够直接冲锋猛打 就将大军注册在这个 一个井敬口很远的地方 观察形势 研究赵军的部署 找到右战机 他也都知道赵军的统帅 陳如拒绝了李佐居的作战计划 他就很开心 当时他明白到陳如的胃口很大 就想在井敬口一口吃 一次过打败韩军 针对他这个盲目和轻敌的作战方式 韩迅他心目中就出了一个出奇制性的作战方案 他立刻指挥部队 开到离开井敬口三十里的地方 扎下来 又在军队里面 选了二千名年轻力壮的骑兵 叫他们每人拿着一支红旗 等到半夜的时间趁天黑 就静悄悄在山边的小路 就兜到赵军的大本营后侧坊 在那里埋伏 然后又吩咐他们 明天我们的军队就要跟朝军决前 赵军如果见到我的军队后退 一定会倾囚追击 你们就趁这个时候 尽快赶过去 将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 插上我们的红旗 韩迅交代传后就全宁开饭 这一次出征跟平常不同 以前在打仗之前 都是吃饱了一餐才打 但这一餐安排了很少饭 士兵不明白为什么 韩迅就解释 韩迅就解释 我们现在吃小的那么多东西 等到天亮之后 我们破了趙军 就再设一个封城的宴会给你们 其他士兵和董帅都不信 唯有勉强答应 好啊好啊 那二千名轻骑兵出发了没多久 韩迅就派一万人马 作为先锋部队 去到井境口附近 就报成这个阵势 韩迅知道陈瑜想将他们的军队一网打盡 就不会攻打汉军的一万个先头部队 因为他想等到他的主力来到才打 他就从先头部队的将领来说 赵军现在已经占领了有利的阵势 而且建了很多碉堡 或者是折了很多城寨 我们这一万先头部队不是主力 又没有什么大将在 我看陈瑜部队就不会来攻打你们 因为他怕一打你们 我们后面的主力部队就会走了 所以果然又不出韩迅所料 这支先头部队就未受到任何攻击 很顺利就到了东岸建立了阵地 赵军又看到汉军背水列阵 背水列阵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赢了固然是好 输了就没退路 对了 你输了就没有退路 唯有退路 唯有退入河里面 对吧 所以都笑汉军就不会兵法 汉军依照韩迅的计划布置好 因为天色已经开始光了 韩迅亲自带领汉军打着旗号和仪仗 奏起战股立峡向井敬口杀过来 陈瑜见倒汉军发起了进攻 认为消灭汉军的机会来到 即刻传令 赵军就出击 赵军就曼山遍野杀过来 双方大战了一段时间之后 韩迅和张义就假作战伯 又丢了旗号和仪仗等 向着后面那条河退过去 赵旺杰和陈瑜见到赵、韩迅、张义 后退了 认为汉军真的打了败仗就全命 全体赵军空军而出 十几万赵军一起到处去争战利品 一路去追韩迅 那韩迅和张义的部队退到水边 那些部队就集合了 集合了 就鼓励他们重新和赵军开战 因为前面就是一条河流 退又没有退路 要么就回身和他们打 要么就浸死 所以那些汉军见到都没办法 个个就争先 拼死回身作战 赵军虽然指着人多世众 但是来回冲杀了几十次 都不能够攻破汉军的阵地 结果韩迅和张义的汉军 就是这样将那十几万赵军 就拖在河边 汉水之边 是的 而埋伏在赵军后面的汉军 那二千名骑兵 一见到赵军经巢而出 就立刻攻入赵军 将赵军的旗帜全部拖 就换了汉军的红旗 看起来赵军的大本刑 就变成了汉军的大本刑 赵军和汉军打了大半天 还未赢 但是陈鱼就见到士兵都很累了 就想着 现在我要捉韩迅张义的这个方法 就未必成功 就下令明金收兵 打到根皮力尽的赵军就想着往后撤 走到半老 忽然间见到自己的大本刑 就插上汉军的行旗 就不禁大惊失色 以为赵王就已经被汉军俘虏了 于是抛盔弃甲 全部都走了 赵国的将领虽然杀了不少逃走的士兵 但是又不能阻止 这个时间 韩迅指挥的汉军主力部队 反而又反攻过来 将赵军全部打倒了 斩了赵军的元帅陈鱼 捉了赵王杰 韩迅就在这个战役里得到一个完全的胜利 我们讲小池典讲到这一段 好 稍后回到战国策 好 我左手是冲上云霄 右手是on call 36 小时 左脚是亚洲先生 右脚是香港小姐 我是为大家分析电视电影的 白士特影视专门店主持人大蛇 逢星期三上线 名牌教练 你走错一步棋 我都插到你飞起了 天王巨星 你打击都不起 我都骂到你怕地 冠军大热 你不预期我都不和你客气 我们继续 拍赞就赞 拍插插插 only one radio 全港最抽得发声蓝球杂志 Run & Dunk 喂 其实我们有什么可以抽得呢 抽水咯 哦 哦 講波 不是一定有自己说的 抽水 不是一定自己抽的 古波 我看你灯明在阵 只要你有胆逢星期六 有我 Marco Will Kelman 你咱 numirl x 一柴 Ó meny un fc 回到第二节的战国刹 是 我们又再说战国刹 再说周朝 哈哈 我上次提到秦武王 他身材高大,又很大力 又收了幾個勇士做他的左右 但就被頂撒爛一隻腳 就是因為爭義氣之爭,那些勇士舉頂也舉不動 結果雖然舉起了,但又不夠力 頂就摺下來,扎斷了他的腳 然後當晚就死了 當時秦國,六國都有相國 認為他們有相國 我秦國就跟他們不同 就做個丞相出來,左右丞相 就以金茂做右丞相 雲女侄就做右丞相 魏章就因為不能做這個丞相 然後就很生氣,就去了梁國 當時秦武王之道很生氣 就打算發兵去攻梁國 但是金茂他們就說,不如我們不要攻 為什麼呢 他說,我們雙國為了秦武王之道 上國幫我約了魏國,一起攻韓國 而令魏人聽我們的命令 現在你又叫我不要攻韓國 為什麼呢?金茂就說 我們要越過這麼遠的地方 這麼多險路 而攻一個韓國的大國 不是說一兩天之間可以攻到的 而且我們去攻的時候 當時魏國有一個人 他跟孔子的弟子曾心是同名的 就殺了人 人家都跑去跟他媽媽說 說曾心殺了人 他媽媽當時就坐在職部機裡 職部 一聽到他這樣說 他就說,我兒子不會殺人的 那麼就繼續職 沒多久又有一個人來到 曾心殺人 他媽媽停了 不接著 想一會兒 我兒子一定不會這樣 然後沒多久又第三個人來到 跟曾心的媽媽說 他媽媽聽了之後 他媽媽就走過去 以曾心這個言人 他媽媽也相信這些東西 三個人說了之後 他媽媽也相信 而我 我金茂就說 我的言能 不及得曾心這樣 你相信我的程度 也不及得曾心的母親相信曾心這樣 到時如果有人誹謗我 我看不止三個人 我怕大王 又會學曾心的老媽子 那武王就是說 我不聽其他人說 我和你結盟 即是納約 即是說我不會聽別人的閒言閒語 於是他就和金茂敵為盟 寫了一封書簡 藏在適讓的地方 又派了五萬兵 叫金茂做大將 金茂的兵去到宜陽 供成五個月 但還未供陷 又丞相雲女侄和武王說 我們出去那麼久 那些士兵 不如有武功 不如接他們回來 我怕他們在外面要視乘有變 所以秦武王就派金茂出紙 叫金茂班司 金茂就寫了一封信給武王 武王開來看 那封信裡什麼都沒有寫 只是寫了適讓兩個字 那秦武王就說 金茂一早已經跟我說 這些是我自己忘記了 這些是我的過創 又派五萬兵給金茂 派了一些大將 協助他們去供宜陽 當時有些勇士 那個烏鑊 就拿了一隻秦武王手下的勇士 因為叫烏鑊 拿了一對鐵擊 是 重一百八十斤 厲害 很重 一百八十斤 人量有多重 衝進韓軍 向者披靡 乘勢而盡 韓軍大敗 斬首七萬二有餘 這個烏鑊一跳就跳上城牆 一抬著城圖的那些 躲箭位 但是那個位置被他抬斷了 自己跌下來就發呆了 但是秦兵就跟隨而進 韓皇驚就派上國 就拿了些人質和財物去入秦國去黑王 秦武王很開心 就答應了 叫金茂班司 當時周易王派遣去郊外迎接 秦武王當時看到那幾個頂 他們問一下多重 又說自己可以抬得起 又說自己可以抬得起 這樣就叫其他兩個勇士試一下 有一個就說我抬不起 另外一個說 好,讓我試一下 就拿一條腰帶綁住頂 這樣才能保得過 然後就出盡力一聲 頂就離地半車 立即放下 那武王就說 你大力而已 我都可以 又是這樣 又是這樣 搬離頂後 就想著 我要比你厲害 就想走幾步 誰知道就沒有力了 就掉下來 就剎短了自己的腳 就當夜就死了 雲女侄 當時送了他們回去 當時秦武王就沒有兒子 就拜了他的義母弟弟職位 他叫超商王 嗯 又說 現在我們去修復三村 這個是金謀的計謀 金謀又怕 因為雲女侄就學會害他 於是乎 就唯有 走了去魏國 最後寫魏國 最後寫魏國 這個秦超商王 又知道 楚國送了人士去齊國 就懷疑 就懷疑楚國 就離棄秦國 而同齊國結盟 就派了雲女侄做大將 就興兵佛楚 楚呢 就派大將 就境快迎戰 但是兵敗被殺 楚懷王很害怕 那就唯有求和 那就秦皇就說 好吧 不如你來見一下我 我們約個地方見面 互相結好 這個楚懷王見到 就和郡神說 好不好去 但是想不去 又怕激怒秦國 去呢 又怕被秦國騙了 捉了他自己 那兩者怎麼好呢 當時屈元就說 秦國是一個苦樂之國 楚國很多時候都被秦國騙了 都不是第一二次 你設計不能夠去的 那麼上國就說 這個就說 他都說得對 你不要去 我們立刻發兵 自己做好我們的防衛 以防韓國忽然間 以防秦國忽然間兵戰 但是跟上就說 不是 楚 不能夠和秦國作戰 如果不是只會我們兵敗仗亡 就是 到時日日又割地 如果我們不想激怒他 怎麼辦 當時秦皇的小子 在阿蘭就娶了秦國的秦女 做太太 我們跟他有婚姻之約 想著我們可以到 秦國都會善待我們 又勸楚懷王說 可以了 我們是婚姻之約 如果他用兵來 我們還可以跟他講和 我們怎麼會放棄這個機會 而他們那些人說的話 都信不過 你不要聽 那楚懷王 因為楚兵身敗 又怕秦國 又被他們幾個人 指蘭 他們就勸 這樣就答應了秦皇 就去附會 秦超王 就派他的弟弟敬揚軍 坐著他的儒駕居和儀仗 假製扮造秦皇 去到武關 另外叫將軍白起 帶一萬士兵 在關裏面 想著劫持楚王 又叫將軍蒙傲 就引兵一萬在關外 以作為非常準備 都準備得很好 對 又派侍者 就去到見楚王 好然相勸 楚懷王就沒有懷疑到 去到無關之外 就見到關門大開 秦國的使者出營 他說 我們國軍等的大王已經三日了 你們就無謂在野外責刑 請你們進去我們的賓館 那裡分開賓主之禮見面 楚懷王去到秦國 當時已經身不由己 唯有跟隨使者入關 楚懷王剛剛入了關 忽然間一聲炮響 就關閉了關口 楚懷王 楚懷王就私疑問那個使者 怎麼會關門 那個使者就跟他說 這個是戰爭時期 這個是秦國的法例 不能夠不是這樣的 楚懷王又說 你們王爺在哪裡 他們就說 現在在使館裡等著你 又走了亮來 見到秦皇的侍衛 都列隊在等他們 楚懷王一看 出營的一個人 雖然錦袍欲大 但是不像秦皇 有些懷疑不肯下車 那個人就上來跟他說 楚懷王 楚懷王你不用懷疑了 我不是秦皇 我是秦皇的弟弟敬藥君 請大王來到這裡 他說有話說 那你也身除 肉在砧板上 唯有下車見面 忽然間楚懷王 就聽到外面一片響氣 萬幾個秦兵就圍了 他住的公館 楚懷王就說 我答應秦皇來扶藥 為什麼現在困住我呢 敬揚君就說 沒問題的 我們國軍有些不舒服 所以不能夠來到見你 又怕失信於你 所以派我來迎接你 現在我和你一起去到咸陽 和我們國軍見一見 我會派一些兵桌來保衛你 你不要推薦 當時都不到楚懷王做主 那就挾持他而去 他都不能說事 那就是了 肉在砧板上 當時蒙澳一軍就在關上 百喜有領兵就四下混淆 一路就向咸陽進發 而近上這個楚臣就走回去楚國 宗懷王也在說 哎 最初悔恨不聽他們說 屈明不願他們說 反而被近上 哎 連累了我 楚懷王去到咸陽 秦昭襄王就大习群臣和諸侯 就南面而撞 就叫楚怀王北面叩见 好像大臣接军臣相见的礼 楚怀王就很生气 那就是抗议 我相信我们两国是婚姻之好 所以才轻生来赴你的约会 现在你又假称有病 有骗我来咸药 又不以礼相待 是什么意思呢 超商王就说 以前得到你的国君就对我掌中之地答应了 但你现在还没有给 今天请你来 就是请你答应以前的誓言 就是说将挟中之地给我 如果你答应的 我就会立刻送你去楚国 楚怀王就说 楚怀王就说秦国你想得不到地方 应该很心地跟我说 善意跟我说 需要不要搞这些诡计呢 那么秦昭襄王就说 如果不是这样你又怎么行呢 楚怀王就说 楚怀王就说 我宁愿割乾宗 但是又要跟你结盟 我请一个将军跟障我 去到我来楚国 我将这些地割给他 秦昭襄王就说 秦昭襄王就说 结盟信不过的 你一定要派了使者回去楚国 把地界分割清楚 那我才跟你战行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走了回去 我就答应你 楚怀王就很生气 他说你骗到我来这儿 又强迫我要割地 我只要死 我都不肯割 那你就要死了 那就留下了在这里 不放 楚怀王回去国家 好,我们停一停 在瑞士的山区有一群羊 整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叫羊 在香港有两个人 整天都在吹水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叫做脆咩 根据生物学家分析 逢星期二听一听 令人精神爽利 痕气活血 舒筋活落 只哭只哭 生活愉快 一日开开心心 正哦,等我听一听 逢星期二 一定要听 中文字幕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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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及音乐节目 喂 现在在做什么 我请你回来录精告 请你回来背书 你走开我自己录 无名是的歌 每月逢第二 及第四个星期二上线 咦 今晚真的隔个礼拜一次 哦 Welcome to Listen Namaste 印度小智识 由Namaste Tuesday提供 Como Sava 什么来的 法文来的 不好意思 法兰西 对了 法兰西的同事 所以今天我就学会了帥哥和How are you 整句就是哇 帥哥 how are you 对了 Salut Bogo Como Sava 你回来印度课吧 谢谢陈炯 好了 其实这个法文的帥哥就是Lambogos 其实印度语都有大致上的意思 Chikna Chikna 那么像Chikin Chikna 说一个有个帥哥很不幸地碰到你的时候 而你这样爆这个东西出来的话 我相信第一时间就是会跑掉 我不会 走到 我不会走 因为我吓得脚远 是 我也觉得是 想听更多关于印度小知识的 留意 Namaste Tuesday 好 究竟最后的楚怀王决定如何呢 当时楚国的神子更多就走回去楚国 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他说 秦皇想得到楚国的虚宠之地 就拘留了我们的大王 那么我们的王 秦皇 楚皇呢 在秦国 又回不了来 我们太子又去了齐国做仁治 如果齐国人和秦国合谋呢 那我们就没有君王 跟上就说 公子兰现在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不立他呢 他说 太子已经立了位很久 现在还在秦国 如果我们遗弃他另外 写的纳书 那将来楚皇回来 我们又怎样呢 那我们现在将这个情况 宴布给齐国 请太子回来 齐国一定会相信我们 跟上就说 我们不能够为我们的君王 復仇 又 这一行又没有修获 如果我们又和齐国说 我们的君王死了 要接太子回来奔丧继位 那又怎样呢 那又怎样呢 陈敏王他的上国 孟常军的父亲 帝文就说 楚国 没有楚国军 我们留住楚国的太子 而要求他们 给一个淮北的地方 给我们又怎样呢 孟常军就跟他们说 不行 楚皇就不是只有一个子 因为他们 楚国想叫他们的太子回来 所以齐国他们在商量 我们是否留住这个太子 要挟楚国割地给他 而孟常军就说 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子 如果我们留住他的太子 那又怎样呢 他都可以立第二个人 他可以立第二个人做国王 是的 我又没有尺寸之利 逃负一个不义之名 那又做来做什么呢 齐皇也认为是 那便送太子回楚国 那么职位就作皇 就自为是傾商皇 那那当时公子兰跟上 亦都是一路照顾 都是在大位上 还是要受重用 就派显示者和曹国说 我们国家已经有了王 你留住楚怀王也拿不到地 楚王就很生气 就派白起做将军 蒙傲就是副将 带领十万大军去攻楚 拿了十五个城 楚怀王就被拘留在秦国的年纪 秦国的首将因为久了就松懈了 而楚怀王又静悄悄 就换了三天逃出这个咸阳 那么容易走? 就是旁边收买了很多人 就想回去楚国 秦王就发兵去追 楚怀王就不敢向东 唯有转向北 就走了去召国 现在又说到第二个人 召武陵王 这个人很有武略 即为五年就娶了韩国一个女人做太太 生了个儿子 立为太子 到了十六年的时候 又因为梦见了一个秦武陵王 就梦见了一个美人在古琴 所以就心思思 第二天就跟群衆讲起 大夫胡说 她的女儿 孟瑶 是善于玩琴的 武陵王就叫她来看看 居然好似是她梦中所见着 叫她弹琴又好好 那就好开心 就收了她做入内功 称为吴娃 生了个儿子 就叫做阿河 阿河 是啊 生子 若河 没多久 就废了太子 立了阿河 立河做太子 武陵王 就认为 召国北边又黏着燕国 东边又黏着湖国 西边就是临湖 那些地方 而秦国只是跟她一河之间 又是这个 变了自己是四战之地 周围都有强定 就怕日势力日弱 于是乎提章提倡 互服 即是 所以是以前的衣服 不穿那些阔袍大袖 扎袖 三袖是扎袖 以前我们看那些图画 中原的人不是阔袍大袖 但是那些边疆的蓝蚓 那些就是乎服 他就会扎着衣服的 方便去骑马 是的 夹大肥 右壳弧 就以便骑射 国宗 他在召国里面 无论贵战 都是要着服 就放弃了战车 而坐马 就训练了支军队 又经历四方 侵略附近 就想着全位给太子鸿 作为位王 他自己就叫做主父 即是说他是太上皇 就想着自己去处理 向北方进攻 即是修复那些湖地 那些暴落 然后太子就主国 就处理国宗事何 但是这样你都不用 立刻封了他做王 你自己当做自己是太上皇 那当时这个主父 就看到泰山的形势 又看到秦皇的为人 曾经就试过 扮是召国的侍者 就带了国书来到秦国 又在路上 一路查探地形 就进去咸阳 来见秦皇 那秦超商王就问 你们的主父 现在年龄多大呢 他就回答 仲是很强壮 又问 既然他仲是壮年 为什么传位给他的儿子呢 那主父又回答 我们寡君 将这个位传给人 很多人就不知道 虽然他名为主父 虽然他名为主父 但是他对国家的事情 未尝不处理 那秦超商王就说 你们国家怕不怕我们秦国呢 他又回答 我们的国军不怕秦国 的话 就不会互服骑射 现在我们国家里面 可以骑马拉公的人 十倍以前那么多 我们可以用这些灵 来招呼你们秦国 或者我们可以结好 那就不用兵庸相见 那秦超商王 看到他应对得多好 那就送了他出使馆 那他那晚睡到半夜 就想想 照国的使者 身形又高大 不像一个人神 事实有点可疑 到第二天 就全此见照国使者 其他人就说 那个使者病了 今天不能来 请过多两三天 过了两三天 那个使者还未来 那秦超商王就很生气 派人去追问 那他超商王的人去到 就不见了那个使者 照国使者 就是捉捉到一些随从的人 那些随从的人就招认 说本来那个使者就是我们的照王 他想看看秦君利的疑慾 所以诈伴侍者来到 现在已经离开了咸阳三日 故意命令我们留在这里认罪 秦昭雙皇才发觉 主父欺人太甚 就叫白喜带领三千精兵 星夜去追,追到咸谷关,守关的士兵就跟他说 召国的侍者三日前已经出关了 那就唯有回报秦皇 秦皇看到这样也没办法 唯有放回召国的士团 第二年赵母灵王,现在叫主父 就出巡礼到云宗 想着西佛流泛 又坐镇中山那些东西 就当时召国的兵力很强盛 就更胜过当时的三晋 即是三家昏晋的势力 楚怀王自从在秦国走掉 来到投奔召国 贵王和这些群臣就相议 怕激怒秦国 而主父又在待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不敢自己拿主意 就闭关不收楚怀王 因为他收了楚怀王 到时忍到秦军来攻打 不知道怎么办 楚怀王就没办法 想着投奔大量 但是秦军又快追及了 所以楚怀王就很生气 就吐了几时 即是吐血 激到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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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 没多久就死了 秦军追到 就把他的尸子运回去楚国 拿来变 又不是变 送回去楚国 他捉了楚皇 想着要脅去拿地 谁知楚国又自己立了个君王 那现在拿着死尸又何用 都没用 就是了 那就 把他的尸子送回去楚国 楚国就认为 他是被秦军欺骗的 而知道客死于外 都认为 这件事就是秦军无道所致 所以那些人又发起了我们合纵抵抗秦国 而楚国大夫屈原 又因为楚怀王死了 就是这个子澜跟上他们造成的 现在这两个人 刑旧在朝中刹大权 而群臣又贪于日落 绝对没有敢着报复之心 就孤立即捉有一个公寓 就劝的楚相王 就劝江 远 军余 军将 练兵 以一途逝世楚怀王之耻 指南他们知道他的意思 在楚商王里说 屈元就认为虽然你们和圣大得不到重用 有点埋怨 中日就跟人说 大王你忘记了秦国的仇恨 你就是不孝 我们不主张公秦不忠 当时楚商王听到很生气 就削了屈元的积 就放了他下放 赶回家 当时屈元的姐姐就已经改嫁 已经嫁了很远的地方 知道屈元被放逐回来 就回到家里看到屈元 逢头救命 只是在江边那里 在沿衣暗暗 就说 楚王不听你说 但你已经尽了心 你还想着做什么 现在还有点甜地 为什么你不懂 不如自食其力 还要过下半世 而附近那些人也都认为屈元是忠的 都肯帮一下他 没多久呢 他的姐姐就走了 屈元就在那里说 我和楚国工作了这么久 我不忍见到我们的楚国忠实的灭亡 有一天早上 就自己在江边抱着石头 跳到河里浸死了 那天就是五月五日 就是端节 以后就是 包种 包种 蔡隆舟 原本就是扔这种给鱼吃 就不要吃那条丝 蔡隆舟就说 那些人去增双 增双薯出去 打算救屈元 现在就变了 那种是我们吃 不是那些鱼吃 有没有人帮它 帮鱼种 吃死鱼吗 变了他们 好了好了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继续战歌诈 多谢你收听Only One Radio 的节目 想知道更多的节目内容 和收听其他节目 可以登上 www.onlyone-radio.com